我读你肯定不知道 这个首饰的真正含义 大英帝国的首相丘吉尔 当众比出了一个V字首饰 而他并不知道 这个首饰的含义是 在德国看来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而此时的德军所向披靡 四个小时打下丹麦 两天拿下卢森堡 五天荷兰就沦陷 短短一个月就攻占比利时 就连强大的法国都放弃了抵抗 只剩下英伦三岛还在抵抗 5月19日 丘吉尔发表了全民宣讲 当整个欧洲都放弃抵抗的时候 只有丘吉尔站了出来 但坏消息却接踵而至 30万英军被困敦克朗克 这几乎是英国全部的兵力 面对德军强大的制空权 英国统帅没有任何有效的救援计划 丘吉尔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于是立即下令 让驻守在加莱的4000名英军 主动进攻德军 吸引火力 牺牲他们给救援争取时间 为了不全军覆没 丘吉尔低声下气地 给罗斯福打电话求救 希望能把购买的战斗机 尽快送过来 但却遭到了美军的拒绝 丘吉尔愤怒地挂掉电话 既然没有人愿意帮忙 那就自己拯救自己 丘吉尔立即致电海军司令 要求海军征用所有渔船 前去救援敦克尔克的30万士兵 这就是著名的发电机计划 更让丘吉尔头疼的是外优内患 主张和平谈判的张伯伦及哈利反克斯 用辞职向丘吉尔施压 希望能和平谈判 丘吉尔看到如此软弱的外交大臣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此刻的丘吉尔 可以说是真正的孤军奋战 加莱四千名士兵 在一天内就全部阵亡 哈利法克斯更是借此机会 再次威胁丘吉尔 如果还不和谈 他就立马辞去内阁议员的职务 外优内患让丘吉尔彻底陷入了绝望 投降似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他开始怀疑自己 因为从始至终 没有一个人信任和支持自己 就连国王都嫌弃自己的亲手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错 这样的坚持还有意义吗 但就在此时 曾经极力反对丘吉尔当首相的国王 在深夜找到了丘吉尔 乔治六是不愿意看到 那个曾经号称日不落的帝国 就此被奴隶 更不愿意苟且偷生去当卖国贼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 他终于意识到 或许只有丘吉尔 才是唯一能拯救大英帝国的人 他表示会无条件支持丘吉尔 并且要丘吉尔去听听民众的声音 感谢观看